各位好 我是渝夫 欢迎再度收看 选举万岁现场直播 现在选举一到了 那么花招就多了 我们知道国民党呢 现在祭出了艺人牌 他请到了一位 丁冈有出名 丁冈有名声的帝哥梁 替宋楚瑜来助选 那么这件事见仁见智 你认为呢 你认为诸葛亮替宋楚瑜助选 是利多还是利空 或者是送一个而已 没啥 那么我们的电脑语音投票 怎么打呢 现在报告各位 第一个苗栗 屏东 台东 金马 花莲 南投 请你打08412 1111 那么用户码是900几 那么新竹一栏是411 1111 用户码是900几 其他县市请你打412 1111 用户码是900几 OK 那么我们呢 今天呢 在于副总执行里面 请到了宋楚瑜跟诸葛亮 来到我们的现场 由我跟他们提出严厉的咨询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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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主席啊 宋主席啊 你们是带一个那个斗笠干嘛 这个储鱼带斗笠的话有两个含义 一个的话就是储鱼带个斗笠之后 你们看是不是比较有草根性 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储鱼每天要在外面奔跑 最怕的就是一个事情 就是怕变天 变什么天啊 千万不要误会 储鱼不怕变青天就怕变坏天 你看储鱼这么草根的一个形象 储鱼是从50岁开始才开始勤学台语 虽然台语讲的不是很好 但是诚意 心意是百分之百的 我们都也是吃台湾米 住口的台湾人 是吃喝台湾水住口的台湾人 也是刷台湾住口的台湾人 好 谢谢 太帅 我少年的时候还没刷过 但是我是台湾人是没错的 不过你这个 人家都说你打压本土文化 储鱼绝对没有打压本土文化 储鱼最近都跟李登辉总统的对话 都是用台语来对话的 怎么对啊 只要是登辉总统他叫储鱼的话 都会说 少年的送阿威 少年的送阿威 送阿威 那你怎么对总统呢 储鱼也非常恭敬地 回应我们登辉总统 我都说老辉啊 你吃饭有赢吗 老辉啊 老辉啊 人家说你不出来参加电视辩论 是你根本你就是一个收头乌龟 是吧 是不是啊 各位 储鱼 储鱼看起来像说头乌龟吗 储鱼从不说头也不是乌龟 储鱼为什么不参加辩论比赛 因为辩论比赛是一个说谎比赛 储鱼这么诚恳的个性 这么实实在在的个性 怎么能够去参加这种说谎比赛呢 所以有人如果说 储鱼是说头乌龟的话 我说它是 我讲得表不表准 烈不烈等 但是也有人说 储鱼是摆不下大内高手的身段 各位你们摄影机可以照照储鱼的手 储鱼的手像是大内高手的手吗 储鱼的手 充其量是一只富贵手 但是绝对不是会养的那种富贵手 是能够把省镇建设的红包 送给省民的一双手 是大家能够都一起大富大贵的一双手 富贵手 富贵手要有呀 富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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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富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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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我希望大家投票送给你 投票送给你 送给你送 送给… 你有带送出去客帳帽子吗 富贵手 如果这件事我会好好解释一下 是 这面我帮送的竞争 他若是有提到一千匹 他会死亡 好… 富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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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天台 祝祝我送 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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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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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送了嗎 我送了一下… 我送了一下… 我送了一下 各位 顯然主張利空的朋友比較多 不過呢 拜託啦 讓人送一下 請趕快打電話進來 我們知道今天有非常重要的新聞 也就是今天是審長起跑 有兩場的審長公辦證件會 那麼分別在台中舉行 所以我們現在請自由時報的記者 為我們做最新的選情報道 自由時報記者請說 乙副好 大家好 我是自由時報記者林介佑 是 那麼我們知道今天有兩場這個 在台中縣舉辦的審長證件會 不知道它的情況目前是怎麼樣呢 是 我現在位置是台中縣風源市 風源高山附近 那半小時前 這裡剛剛結束第二場審長公辦證件會 那現場大概有六七千名的群眾 警方也出動了上千名的警力 將那個現場團團的包圍住啊 保護這個演講台 也把群眾區隔成三個部分 那這場證件會呢 跟上午台中棒球場的第一場證件會 情況差不多 兩場都是由民進黨的這個陳定然先生 引起的反應最為熱烈 每當他上台或者是演講的時候 講那個高潮的時候 現場旗幟就揮舞啊 然後群眾就開始高喊支持的聲音 而這個國民黨的宋楚瑜先生 跟新黨的朱高中先生發言的時候啊 都有這個民眾啊鼓噪不滿 尤其先生晚上在用 第二階段用國語演講的時候 以及這個朱高中先生在批評到 民進黨的部分的時候 現場的民眾都有鼓噪的情形 OK 好 謝謝您 請您繼續注意這個事情 各位 我們知道呢 這個算命 這個算命命理風水啊 尤其是候選人他們對這個非常有興趣 不過呢 等一下我們要看的 我們先聲明喔 大家姑且聽之 不一定要相信 現在我帶各位休息一會兒 我們就去看 這是台北行天宮的地下道 遇到事業感情的困擾 或面臨重大抉擇舉棋不定的時刻 很多台北人會來這裡問算命 指點民進 小姐 不好意思啦 幹嘛不好意思呢 連政界民人都會找算命生啊 而且還何以留念呢 政界人士平常想消災 更上層樓時多半會找算命生啊 想要參選時更不例外 由於今年底的選舉是政黨競爭的局面 這個單元就先請地理師 從三個黨的中央黨部封水 來預測三黨的選舉運勢 國民黨中央黨部 他是做紫山 紫山五項 他來水是巨門 巨門在水法來當中 是整一次天財水 那走是走 走是走路存 所以整個國民黨中央黨部 這個格局來講 這個是一個合局 其名形象好的人 應該很有希望啊 國民黨部他做這個是 是紫山 他收的是巨門天財水 所以由這個可以看到 可能國民黨的鋼殘啊 可以說非常的多 如果他使國民黨 令你花這個錢要少的話 就可能希望就不大 那民進黨做的是五山紫巷 黨部走的方向跟去的方向都合局 但是民進黨唯一的一個缺點 就是對面這個大樓啊 在地來也是 民進黨最機會增加熱大的這個 等於是 這個 這是唯一一個缺點 民民中真是自有天理安排 原來民進黨中央黨部要找新家時 透過各種關係都租不到 後來只好看報紙分類廣告 才找到這個新居 沒想到九月底 剛搬進來的中央黨部新紙 竟然是做五朝紫 恰巧於 早幾個月前搬家的國民黨中央黨部的 做紫朝五打對台 構成五行中的南北對峙 水火不容的局勢 到底選舉還真是有兩黨對決的態勢呢 根據新郎這個地底位置來講 畢竟他跟民進黨跟國民黨 兩個黨部比起來啊 他是騷訓一籌 尤其他去的方向是走巨門 而且又巨門巴薩 正義性比較多 接下來面向專家要從九位候選人面向的特性 和他們的流年來預測選舉的可能結果 直轄市市長嘛 或者台灣省省主席這一種的 他們是屬於貴格 那貴格的話應該在臉上一定有貴相要出來 所以貴相通常我們所看的就是 額頭啦鼻子啦眼睛眉毛之間這些的配合 第一次這個民選的省長的這種幾位 如果說沒有出其他的插錯的話 應該是宋楚瑜 宋楚瑜的長相相當的貴 他的這個顴骨他是插上天昌 這種長相在過去來講 他都會做到君王的左右 那麼宋楚瑜來講的話 因為嘴巴配起來力量比較差 所以他50歲以後呢 就算這次當選還是有不少的波折 陳定南的本位法今年流年走這一邊 那陳定南的九指法呢 九指法呢今年是在眉毛 那麼這兩個配合起來 就是可能就差了一點啦 但是朱高正不是他是凸的臉 衝刺性很夠很主動 那麼很觀察力很強 但是他的缺點呢持久性不足 而且呢到處容易得罪人 黃大舟真的是他的長相 真的是所謂的官相啦 陳水扁來講呢他的優點來講 他這個是要五月有潮 他的這個鼻子配合他的顴骨呢 滿有力的 在過去來講的話 這種長相就是屬於貴氣很夠 可以長正觀正硬 以流年來講呢 黃大舟跟陳水扁 今年兩個人的流年都算很好 照張他的眼睛比較特色 他的眼睛呢前面好像勾起來一樣 後面呢好像是刀才 這種人呢就是相當的精明 相當的能夠做事情應變能力非常的好 能夠做到立法委員 市長以上的長相 貴氣都很夠了 那麼最後的勝負就要在氣色方面 誰好誰壞這樣 觀氣色是面向學中很重要的一環 命理專家文昌居士10月初 在台北市長辯論會場上 看到三位候選人 他仔細地觀察了三位候選人的氣色 國務紀念館的那一場 三位市長候選人的辯論來講 那天氣色來講 可能就是黃大舟的氣色還比趙沙康還好 那陳水扁的氣很足很旺 光是以國務紀念館那一天來講 可能我個人的推斷排名順序是 陳水扁第一 然後再來黃大舟第二 然後趙沙康第三 這是光氣色來論 投票還沒到嘛 還會再變化 雖然做官的人臉上要有貴相 但是民主政治畢竟是選票第一 選民至上 因此貴相很重要的還是在於 選民看了順不順眼 現在觀眾不妨仔細看看 高雄市長三黨候選人的面相 預測一下誰可以拿下市長寶座 各位 我們的電腦語音投票 已經停止了 那麼我們看主張利多的人呢 他是1784通 那麼主張利空的人是 8469通 主張爽一下的朋友 你很有幽默感 是3016通